《时事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台湾问题释放了最新的信号 石岩一定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第二天就是10月10号 台湾倾驻中华民国110年的国情 双十节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民主大联盟 世界家好友为主体的发言引说 两岸关系再次成为一个焦点 今天的10焦点就围绕着 两岸升级的 紧张升级的一个两岸关系 和地区的局势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请的是两位专家 一位是韩半岛新闻平台杨先浩代表 另外一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索尔特派记者张云记者 两位好 今天的话题稍微敏感一点了 敏感了 张记者 就是说10月9号 中国举行了七海革命110周年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会议 还有讲话 主要内容和特点在哪里呢 其实真的是作为中国人 今天参加这个节目心情非常忐忑 另一方面其实作为中国人也很激动 然后尤其是跟台湾同胞一起做这个节目 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也是确实 其实习主席最近发表了很多的重要讲话 但唯独这一个 真的是说尽了我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心理 就每一句话真的是 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虽然在辛亥百年的时候 我们也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大会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中国还没有那么样硬的底气 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但是现在习主席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底气 说我们现在已经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那当年中山先生提出的这种 伟大的革命理想 我们现在有得以实现 所以当年其实我们在说 中山先生提出的所谓三民主义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说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共同富裕 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来源 李济 李运 大同篇 那一段话 其实杨记者应该肯定是从小和我一样 都有背过 然后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然后选贤语能 讲信休目 故人不读其亲 不读子其子 然后使劳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养 观寡孤独 废己者都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真是在礼记的时代 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理想 然后中山先生在110年前 也提出这样一个理想 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说 这样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世界 我们正在接近它 所以可能就是 刚刚才其实稍后我们也会谈到 为什么习主席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山先生精神的一个继承者 一个发扬者 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我觉得我们用行动来证明了 因为我们在实践着中山先生的理想 实践着证明了这个理想 而且就是尤其这一段话 今天他这个讲话 是最善释放出了极大的善意 说我们真的是两岸要统一 其实是中山先生的所缘 他有这样 孙中山有这样的表述 所以我这一段 为什么就是觉得 作为一个中文人还比较激动 因为我真的是 好好地回看了一段 这个中山先生当年 这个辛亥革命 包括建立中华民国这段历史 他怎样去描述 他的理想的世界 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都是给我很大的震撼 而且包括我倒看到 现在我们自己中国现在的成就 再回看中山先生那时候的表述 就更加的激动 其实去年是那个庚子事变120周年 所以想到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半岛 会成了现在这种状态 如果没有庚子之变 如果我们中国当时不是这样的 那样的弱小 如果是很强大的时候 到底朝鲜半岛会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可能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顺臣将军 当年跟日本打这一仗 最后是明朝出兵来救援 那如果当年 如果我们中国还能依然有很强大的国力 应该我觉得半岛现在绝不是这样 所以习近平主席讲话也说 说我们中国当年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民族悲剧的根源 都是我们太弱了 所以我在想那120年前 121年前 我们那样的弱的时候 钟山先生提出这样的一个理想 他其实是给了中华民族所有人 打了一剂强心针 然后那时候是中华民族 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 我们是一个一个民族 其实习近平主席也这样说 所以我真是很难掩这种激动 不过那个我在中国的时候 好像这个辛亥革命的地位 虽然是在政治意义上是非常高 但是呢 这些这样的纪念日不是每年搞的 是吧 不是每年搞 但是十年搞一次是吧 百年的时候有搞过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之所以能够隆重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能够隆重的纪念辛亥革命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有了这样的底气 说我们真的继承和发扬了中华先生的这种理想和夙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为现在这个台海关系非常紧张 但是其他的说我们真的是两岸要统一 我们自己应该是要有保持这种 不能让外来势力再入侵我们 就当年是八国联军来打我们的 现在其实当我们待会还会谈到我们这个飞机 然后说在那个进入了这个航空实际区 那我们听到这个中国的声音了 现在要听那个台湾方面的声音 其实最重要的是橄榄枝 但是台湾没有接 好好好 橄榄枝已经生出来了 到底台湾有没有接 台湾总统财文也是在110周年的那个纪念典礼上发表演讲吧 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刚刚张记者是比较激动的 去回顾一下中国人民主的情感 这边我们比较理性 我们冷静一点 来看一下蔡总统的这个国庆的演说 几个部分重点我抓出来 包括蔡总统他认为说 在最近这几年来 民进党执政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日关系越来越深化 台美也有很多的这个谈话对话 然后所以呢台湾议题不再被边缘化 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民主阵营的国家 愿意站出来力领台湾 你也可以发现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台湾虽然没有太多确诊者出现 最近都是零确诊 但是呢过去5月到7月之间 有这个曾经爆发过一阵子的这个大规模确诊潮 当然有很多的国家愿意捐助台湾疫苗 那蔡总统也批评说 北京当局在全面掌控香港 还有压制民主人士之后 也调整了原本这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政经发展的方向 另外呢在南海和东海区的秩序 也受到挑战 这个中国的军机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这个常态化的活动严重影响到台湾的安全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包括这个G7还有欧盟 北约还有美日印澳 这些对话机制都不约而同的最近都开始同时的关注台海的这个局势 而且呢也关心印太的和平稳定的现状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担心会不会受到中国片面的破坏 那蔡总统提到说两岸现在这个立场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分歧的问题呢 应该要解决的话要透过平等的对话才能够达成 那他提出了四个坚持 这是这个媒体比较广泛的提出 广泛被报导的 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还要坚持这个目前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还要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和并断 还要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要台湾人民来决定 好张记者 中国那个官媒啊 就是除了评级那个台湾总统的两岸政策之外呢 还理论上就是评论了 就是评论和评价 最近不是那个美军在台湾的事情吗 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到底中国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 是 其实台湾领导人蔡英文 这一次说的非常的直白 就是之前也会提到两国论 但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他这样的表述说 中华人民共和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从来没有过 而且就在前一天 习主席伸出了这样的橄榄枝 说用我们是一个 真的是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连接点 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拥有同一段历史 我们可能还会共享同一段未来 只要我们能够凝聚政治智慧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蔡英文来说 这一番表述的话 真的就是让人很震惊 就是第一次 真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 任何一届的台湾领导人 有这样的表述 即便之前的李登辉和陈水扁 都没有过这样的表述 所以非常震惊 所以我们的国台办也是非常严肃的来批评了这个两国论 这是绝对真的是 就像说真的是违反了中山先生的夙愿 说真的是统一这件事情 已经是不可能的 说我们互不隶属 但是就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美军这个 这个说铸台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而且就是在之前说两边刚刚放出信息说 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要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视频的这样一个见面 然后第二天就爆出这样的消息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而且其实之前还有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呢 就是说拜登总统说这个我已经跟习主席打过招呼 要遵守这个台湾agreement 然后这个出来 这个表示出来也让大家就很奇怪 到底什么是台湾agreement 是不是因为这个拜登总统年事已高 记不清我们这个三宫报 到底这个正确的名称是什么 但是其实真正违反三宫报的正是美国 因为三宫报里严格的就是说 不许说有这种美国向台湾军售 而且要售出这种攻击性的武器 是有明确要求的 对呀就全部都有它全部都违反 所以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违反 就包括这个防空识别区 到底什么是防空识别区 可能待会我们还会讲 然后所以这个说一直我们这个 这一段的台海关系 为什么这么紧张 到底是责任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就前一段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一个核潜艇 Connected Cut 在南海的时候说撞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五天之后 然后再爆出这样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出现在南海 然后他到底撞了什么 为什么五天之后才放出这样的消息 这都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而且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拜登通了电话之后 第二天就讲了那个AUKUS的事情 好那杨记者 中国自称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你觉得根据是什么 台湾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强调自己是 对 孙中山的继承者 连接下来民进党政府这一次这个陆委会 台湾的陆委会也发表说明说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也是这个继承者 以前这个中华国民党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 他奉孙中山为国父嘛 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相当敬仰这个孙中山 而且都崇敬和强调他的历史地位 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两方都是 自己都是这个孙中山的继承者 台湾的陆委会在双十节前一天就讲说 这个就批评这个北京当局 一贯高举孙中山 但是又否定辛亥革命成功与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来凸显正当性 这个当前两岸关系最大的癥结 其实是在于北京不愿意面对 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而且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然后一再提出这个矮化台湾 包括一国两制一中原则这些主张 那更以武力来威胁台湾接受 这个中国的政治主张 这已经明确违反了这个台湾的民意 台湾民意是拒绝的 但是这一番话出来之后 这个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讲说 这个孙中山先生生前追求的国家统一 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是 一心想要谋取独立 那现在呢民进党试图要勾结外部势力 来出卖民族利益 这个谁是真的继承者 谁是挂羊头卖狗肉 一目了然无需争论 这个马小光发言人的这个 错词还蛮激烈的 其实你如果看两方的这个发言们细部的去推敲 其实北京当局认为说1949年所谓的新中国建立之后 旧的中华民国就已经被消灭掉 这个是中国的 对他们不是叫新中国吗 那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台湾在中华民国的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主体性 那其实可以理解现在中国正在实现大一统 富强的这种这个发展道路 那但是呢台湾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想法 是像民进党政府认为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缔造了这个经济反应 而且也是现在维持这个中华圈 唯一的自由民主开放的体制 其实更接近这个孙中山的思想 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会变成争论说 哪一个是合法或正统的中国 然后还有牵扯到历史认识 还有统独还有各种价值观认同的问题 蔡英文的那个演讲当中 也有引起很多争论了 就是班格实际这个表达方面 是不是这个岛内也有影响 是啊 就是主张不同 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的那个评价 就完全不一样 国民党就认为说蔡总统 为什么一直提台湾 但是中华民国没有强调 那民进党认为说 就是现状或不隶属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管他中华民国 现在或不隶属本来就是现实 所以没有必要说要再去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而争论 对这个蔡总统的那个发言当中的 一个班格实际等于是那个光复为标准 跟那个国民党的立场又是不一样 那张继者10月1号到4号 4天内进150多家 那个中国的军机进入那个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刚才你也提到的那个防空识别区 也要有讨论一下 那你觉得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真的要看背景 我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 有那么多架的军机 首先在那个时候有三个航母战斗群 出现在那里 也是其实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今年以来已经八次穿越台湾海峡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他在有一个六国的联合军演 美国 英国 还有新西兰 日本 在荷兰 然后这样一个六国的联合军演就在台海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在我家门口这样大规模的示威 难道我不要做出一点反应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想 就是为什么要在习大大讲话 这番陷害革命讲话之前有这样的动作 也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有能力会怎么样 绝对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当时就有很多军事专家来分析说 这150多架战机不仅仅是从东部战区出发的 还有从西部战区出发的 所以这150多架飞机可能它的飞行员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150多名飞行员对这一块的空域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而且不仅是白天出现了 还有夜间出现的战斗机 然后所以说如果是白天怎么样 或者晚上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都有能力应对 那么就是在这样有能力的情况下 习大大在10月9号的时候 依然发出了这样讲话 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 我们基因里没有爱好战的记忆 我们就是要和平 如果能有这样的和平的方式 我们能够携手前进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而且我们确实中国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就知道我们中国就是虽然说1949年成立以来 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来就是到底有没有发起过战争 可是我们在回顾二战以来 美国到底在出现在每一个世界上的各种小规模的战斗中 所以到底谁这么好战 为什么台海现在的局势如此紧张 跟美国真的是有不可推卸的关系 好像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后 大概前后台湾的政治大学进行了调查 2020大选之后台湾民众的显示偏向台独 拥有27.7%支持度 是今年30年来最高 那现在看中国要含为国家主权 那可以理解 但是也得要看台湾民众对中国的一种看法上 你有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27%和剩下的72%是哪个更多呢 所以要看台湾的主流民意吧 所以这次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这回的讲话 也是刚才我们说了 其实杨记者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有这样的争论 因为蔡英文说的并不只是说半个世纪以来 他说的是台湾有72年的历史 那72年的历史 中华民国明明已经建国110周年了 那为什么他先说我们今天双十节 是中华民国110周年的生日 那后来又说我们是72年的历史 这一段中间的断带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外人 我是无法理解的 那他是要从也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 真的是我就确实不太理解 然后我觉得这个给整个 我觉得台湾民众肯定也有不同的解读 和这种感情上的解读 有关这个民调 我们等一下我要准备更详细的数据 现在做吧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那杨洁篪这些美中外交教授比较多 这是美国国家就鼓问苏黎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也在瑞士进行了会议 到底双方谈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这个中美闹得那么僵了 已经好久的时间还是需要对话 对不对 还是需要一些切磋的一些这个意见 就算这个主张不一样 美方也不是说竞争跟那个对抗 还有合作的 是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发言内容 苏黎文顾问讲说这个 美方是有兴趣要与中国合作的 那面对这个很多的跨国的挑战 这个美方也都有意愿要跟这个中国一起合作 但是呢 话锋一转 他说对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 对新疆对香港对于南海还有台湾的有关行动 表达关切 那在美国也讲说在与盟友密切合作的同时 美国还是会持续和中国高层对接触和对话 确保负责任的竞争 这个这个句话 这真的牵动到这个中国非常敏感的神经 所以呢这个之后呢 这个杨洁篪他就讲说 回应讲说中方是重视拜登总统 关于这个中美关系最近的积极的表态 所以呢中国希望美方可以理性务实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如果中美对抗的话 只会让两国的关系还有这个世界受害 所以美国应该要深刻认识到 两国关系的互利共鸣的本质 而且呢中方是反对 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 而且呢要求停止 再谈到这种香港啊 新疆啊 西藏啊 台湾问题 这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其实跟平常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是一贯的 那之后呢这个苏利文像杨洁篪表示说 美方美国还是会继续支持台湾自卫 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 那刚才这个张细姐提到说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同意在今年年底前 召开视讯高峰会 这就是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达成的协议 那但是呢在同时这个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就公开警告中国说不可以 中国不要再向台湾施压了 而且呢布林肯重申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弱磐石 会强调会继续的和台湾站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瑞士的会谈当中 一样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至少透过对话还是了解到 中国和美国这个各方的立场 立场还是不一样 还是旗舰还是没有化解的 好 张记者9号啊 就是拜登跟那个习近平不是通了电话吗 双方都交换了那个哪些内容 而且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有了这样的两国首脑的那个通话之后呢 好像中美关系也会进入一个缓和期 你觉得这就有这样的可能吗 其实因为我一直在查这个群教授说 这个9号通话到底是来源是哪的 我其实没有查到 是吗 是9月份的时候两个人手有通话 在10月9号的时候并没有 就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来报道 就包括路透社说 说这个拜登总统说 台湾的agreement那一次 他也没有说这两这一个台湾的agreement 到底是哪一次通话说的 所以最近的一次两国元首的通话 是在9月10号 所以在那一次以后 其实已经关系很缓和 就关系缓和了很多 而且为什么说当时是拜登总统 致敬这个致电我们的习大大说 要首先要来一次这样的通话 然后的背景是因为说 之前他下面所有的这些外交官员的一个对话 都没有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效果 一个成果 所以两个元首才需要一个通话 可能接下来才会有刚才杨记者提到的 这个杨洁篪主任和这个瑞士 对 在瑞士进行了这样一个 有富有成效的一个对话 然后说这个这一次对话 是今年以来这个层级里面 最有一个富有建设性成效的一个对话 是这样 好 那杨记者谈到那个两岸问题 就不能不提那个九二共识 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事情 两岸对那个九二共识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立场呢 最大的立场就是没有共识 我们来看一下从九二年开始 当时这个其实两方 台湾是海基会嘛 有陆委会的这个指派的明星机构 还有这个中国的海协会 开始在商议在讨论 九二年在香港先进行了一次准备会谈 到1993年有所谓的孤翁会谈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九二共识 在九二和九三年 都没有广泛的在媒体上面看 找不到的 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最开始出现是在2000年 这个台湾政党轮替之后 原本在这个国民党主政时期 担任大陆委员会主委的苏起 公开频繁的提出这个概念 这个九二共识 其实在九二年的香港会谈的时候 这个状况就是对一个中国 这个认知是不同的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所以呢也没有 也因为这样子没有达成共识 自然也没有任何的书面 或者是这个成文的协议的记录 所以我刚刚讲说 在当时从92年到98年99年 台湾和中国的媒体 你不会看到任何有九二共识 这个名词出现了 但是在2000年之后 苏起提出这个词 然后呢他讲说 这个概念就是主张 两岸军同属一个中国 追求的是统一 但是呢彼此对于谁代表中国 认知是不同的 大陆认为这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就认为说 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这也是所谓的各自表述 所以呢这个一个 这个九二共识到后来成为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两岸论述的一个核心 就认为说解决两岸的问题 应该要透过九二共识这个原则 但是呢民进党就反对了 民进党认为说 你92年93年根本没有提出这个词 怎么2000年才蹦出来呢 然后呢现在北京当局 也跟着喊九二共识 但是这个北京当局 更加强调的是 两岸同属一中 却刻意的省略掉 各自表述 那现在在野的国民党 在台湾也一直高喊说 这个两岸的谈判 要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但是每每碰到中国 他都不愿意谈到各自表述 所以迎来了很多的批评 所以你这个九二共识 到底也没有实质效力 对于其实第一个 在台湾许多民众是不知道的 第二个你真的要去谈 到底它代表了什么 这个以前不存在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谈呢 那这个各自表述 也跟这个现实 也不是很符合 这个一个中国 大家现在世界上 所认同的中国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党要主张 这个中华民国 这只有台湾人 台湾人自己好像 玩自己的 但是呢 国际上不承认中华民国 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最近朱立伦当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最后呢 这个习近平给他发核电 也在那个岛内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到底内容是什么样的 这个习近平主席 总书记赫电这个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 但是这个朱立伦的回电上头写的是 中华民国建国的年号 是110年 但是却省略掉中华民国 因为这样子引发了很大的批判 就大家指责朱主席说 你一天到晚在责怪 这个民进党搞台独 主张要跟中国交好 结果你面对中国 面对习近平 你却连中华民国都不敢说出来 那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民进党 省略中华民国呢 那我现在就要提出这个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在每年这个已经进行的 从我小时候9394年就开始进行的民调 我们认为这个民调是非常权威的 这个每年都会进行这个台湾人的认同 身份认同还有统独的民调 在今年的民调当中 当问及说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63.3%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31.4%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同时也是中国人 2.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同一份调查在1992年的时候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加中国人的比例是46.5%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是25.5%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是17.6%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二三十年二十多年间 这个台湾人的认同意识明显的升高 而且这个中国人的认同意识是在降低的 另外一个是统独问题 当被问及说对台湾人问及说 这个往后要统一还是独立 有28.2%的人认为应该要维持现状在独立 那有27.5%的人认为应该要永远维持现状 然后呢独立认为要独立的人要有25.8% 然后呢认为要统一的人偏向统一的人是5.7% 要认为要竞速统一的人是1.5% 所以你可以发现维持现状还是居多的 但是呢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知识独立的人每年都在增加 在这份调查1992年在实行的时候 知识独立的人只有个位数而已 但现在已经到了25.8% 反而知识统一的人现在你看 偏向统一和竞速统一加起来不到10% 是好 除了那个台湾问题 中美之间的问题也存在的 比方说最为关注的是贸易方面的 而且最近那个谁啊 Kathleen Tai也是非常严肃的涨了 那你觉得现在中美贸易上还没了断的情况之下 两国贸易方面会不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呢 从最近一段表态看并不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可能真的要等到这个中美两国元首 对这个视频的通话之后才会见分晓 因为目前关于戴琪 您刚才提到戴琪的这些表述就说 一直就说我们的关税不会降 这首先不会降 可能还会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考虑到别的措施 那真的就是我觉得 我们中方真的是做出了最大的诚意 包括就是第一阶段的购买协议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去完成 然后可能因为由于这个新冠疫情 我们可能没有达到当年这个承诺的目标 目标的60% 对 也是在买 但是就是美方一直在因为这个来一直在挑 其实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承诺说 我们不会拿这个关税来作为一个武器 来跟中国怎么样 但是他现在确实还在继承这个特朗普的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对华政策 而且包括台湾真的就是以台制华 所以我就现在为什么觉得很痛心 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民就成了一张 美国跟中国互相对抗的一张台 然后真的就是齐大大伸出这个橄榄枝说 我们要和平 然后蔡英文说我们不要和平 我们互不隶属 这个话说的很决绝 然后说一旦真的是出现两岸擦枪走口的状况 到底是谁受伤更重 真的是要想一下美国会受伤吗 真的就是为什么要拿这个中国的底线来 不断的来挑动我们兄弟的神经 这个太痛了 那杨基泽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认为为什么这个亚太地区的竞争局势 就是持续升温呢 主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东北亚 北韩问题没有解决嘛 那以前这个川普和金正人建立的对话管道 在拜登上台之后是因为路线不同 所以你要建立起这个互信关系是需要时间的 那很快的南韩也要举行总统大选的 所以如果保守派万一重新执政的话 对北韩这个立场的路线会一定有重大的转变 那另外一个就是两岸问题 这个香港的矛盾 还有中国对台湾的威吓就牵扯到台湾作为中华圈 唯一一个自由民主体制能否维持 这个习近平主席我可以理解他这个有这个一统大意的责任 但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 我们对于我们那个民族的情感是非常薄弱的 你跟台湾民众去讲民族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遥远 因为身份认同方面 对我们被割让然后又被日本统治又回来 所以我们跟中国是有隔阂的 对还有省级问题 是然后所以呢对于这个台湾现在 自由民主体制能不能够维持 台湾民众会会有更多的重视 所以会担心说中国这样子 没有办法好好对话 要武力统和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想要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这个南海的争端 还有包括这个越南菲律宾和台湾和中国 都宣称对于这个南海几个岛屿有主权嘛 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些问题 你看东亚这些局势好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这个美国和北海好像还可以透过对话来解决 但是现在这个两岸的关系 一直是冷冷冷非常非常冰冷的 一直对峙的没有办法启动对话的 对这个那个分担的 而且没有统一过的一个国家的人民 比方说韩国人来说 可以理解那个两岸的心情 其实这个政治问题还有民主问题 是非常复杂 就是一两个小时内就是能谈不了的事情了 但是要继续接触了解 这样才可以解决得了 好 今天的社交店节目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